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和孟小冬有一段情缘,却没能给他一个正式的名分 后来两人各自天涯,孟小冬和旧上海青帮老大相伴一生 徒为梅兰芳和孟小冬罕见合影 孟小冬亦是一副好模样,容貌清秀,高贵脱俗 相对梅兰芳,真正陪伴他中老的女人却显为人知 扶植芳是梅兰芳师父的爱女 原配夫人因为一双儿女去世,并做了绝育 所以梅兰芳娶了扶植芳并且抬为两房 地位和原配夫人一样,扶植芳嫁入梅家后放弃了演戏 一心一意相夫较子,两人感情十分甜蜜 相伴忠老,徒为梅兰芳和妻子 以及儿女罕见合影,张素珍,东北辽阳人 容貌出众,胆识过人,被誉为民国时期最漂亮的女土匪 她的一生极举传奇,张素珍自有贫寒 母亲去世后,由于她的年少无知 十六岁的时候,跟人私奔至宽城子 后被骗迈入妓院,家人无法忍受老保的百般折磨 只能随遇求生 迟迟遇见了常来做客的当地土匪首领王大龙 王大龙为张素珍属审 两人情投一合,结为夫妻 土匪首领王大龙不久后战死 张素珍被推为首领,号为陀龙 发誓要报血海深仇 陀龙的名号活跃于东北三省 经常出没的武厂、渝术、双城等地 将对武改为仁义军 后来张素珍因为打死日本驻军 引起缝隙东北军围剿 他率领的队伍在乱石山全军覆没 他只身逃离直至落脚在公主纪院 1925年1月8日 张素珍在洪顺湾妓院被捕 1月19日被枪决于长春 徒为张素珍行刑前罕见老照片 身穿子底白花斗篷 神情自然 蒋伟国是蒋介石的次子 也有人说是继子 亲生父亲是戴继头 母亲是日本护士红松金子 他自有 跟着蒋介石的仕切 表也成长大 年轻时也是民国有名的美男子 扶为一身德国军装的蒋伟国 帅气十足 蒋经国是蒋介石的大儿子 也是其内定的接班人 但蒋经国还是十分忌惮蒋伟国的 那时蒋伟国作为国军战斗力最强的一支部队 装甲部队的总司令 湖北事件后 蒋经国全面接手了庄甲兵部队的清理和整顿工作 名为清除赵志华的影响和势力 实为趁机围剿蒋伟国的势力 庄甲兵自此成为了蒋经国的嫡系部队 图为蒋经国罕见老照片 著习文解密原创文章 未经允许不得转载图片来源互联网 版权归属作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